如佛言 我说章法 章爱修学的方法了 说这些东西 顾得安稳 得无所谓 在大众中作私之后 能专法轮 诸沙门婆罗门 若天母 反而于众 舍不能专 他们做不到 视为 说章道无所谓 所以一定要晓得 章道不在外 在自己 中国老祖宗说的一句话 行有不得 返求助己 问题自然解答 就通了 如果说这个障碍 在外面 那永远不能突破 一切障碍 决定在自己 这个道理很深的 他是死是真相 很多人不知道 别人掌握 没这个道理 我念佛 我读经 我研究经教 谁能找你 我讲经 有人找你 他是不是真章了 没有 看你的心态 如果处在这个境界里面 没有怨恨 没有怨恨 心贫乎 心贫乎 这什么 这他提升了你的境界 他帮助你 消业障 凡事遇到不顺 总是自己的业障 你欢喜接受 感恩的心 你业障化解了 你境界提升了 没障碍啊 逆增上缘 那这障碍 我们自己功夫没见得 我们帮助众生 也没见得 所以知道 所有一些障碍 是自己 除自己之外 谁都不能障碍 天魔不能障碍 烦恼不能障碍 你全看破了 你把四十真相认识清楚了 云里一切莫障碍 冤情在主 统统化解了 烦恶就很难化解 烦恶怎么样 它找不到你了 你这个人在 发解里都消失掉了 没有了 它找不到你 烦恶 它就找到你 烦恶也找去了 我心里这个阿弥陀佛 他就找阿弥陀佛去了 我变成阿弥陀佛了 他找到阿弥陀佛 他就得度了 好似啊 他跟我有缘啊 我得度他也得度了 这个道理要知道 你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长生欢喜心 就是你的心情多舒畅 多快乐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